吉打亚罗士打警匪同伙报窃快递公司保险箱 投走了40万令吉现金 吉打州总警长南都喀马鲁扎曼透露 警方已经是找回了92%的失款 其中两名涉案的警员已经保释 另一人则被延扣到明天 凯曼鲨曼指出被捕的公务人员分别是两名 警阶五长的警员 另一名则是警阶为曹长 嫌犯将盗走的保险箱款项藏在车子和房子等等 除了一名警员之外 目前还有7名嫌犯被延扣注查 随着延扣期明天届满 警方将会再度申请延长扣留以进一步调查